新創電影短片大集恭喜 以法警的角度切入 透過演員自然深刻的表演 難以預測的情節 以及俐落的影像 去無可經般的展現法警 在面對執行死刑時的掙扎 無奈與費裏 謝謝評審跟公事 讓我們可以站在這裡 預言工作室是一家 只有三歲的製作團隊 從女兒練習題 到下支局 到大集 一直以來 我們只有關注 台灣這一片原生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 人沒有辦法單獨的生存 都需要一路上的善意 感謝這一路上來的善意 謝謝公事與經理 李組長 Joyce CC 以及我們最重要的主角 順哥 還有亮哥 請大家為他們掌聲 謝謝 還有沒有辦法來的 彩宜老師 以及倩倩 故事因為你們而更加精彩 謝謝我們的製片 王俞銘 洪哥 大集的劇組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 沒有你們 沒有這一切 感謝 感謝司法部的法律戲劇諮詢平臺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的法體市的長官們大力的協助 也謝謝我所有的家人 他會讓很久沒有見面的老朋友 燒來一個祝賀的消息 而且他也會把所有斷掉的緣分重新牽起來 謝謝金鐘獎給我們人生這麼美好的一個夜晚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慢慢下來第二排 美光燈這邊 好 來 這前面第一排 司法部法律戲劇諮詢平臺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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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起 司法院 對不對 司法院 對 謝謝 好奇接下來有沒有 因為前面這個夏之菊跟這個大集都是跟法禁有關的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新的想法或者是主題要挖掘給大家 就是後面應該會是拍一個小學生 就小小就是今年有那個得到幼洋劇本特有獎的一個劇本 就是一個小學生他的媽媽跟他的老師談戀愛的故事 他的媽媽跟他的老師談戀愛的故事 對 就是我們的故事大概就是都是從我們在以前有一些採訪的對象當中去挖掘出來的真實的人物去發展出來的故事 而且我覺得靖先生的那個視角選擇都蠻獨特 因為以前想到死刑犯可能想到就是他當事人或他的家屬或者是其他的輿論這些 從法警這個角度出發 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然後才去進行天調呢 就是最早就是有一個有一個執行外 就是有一個比較老的法警他想要退休了 他說他那個開完槍回到家之後晚上就是晚上他看到了他的小孩子要來抱他 他就不想抱他的小孩然後他就一個人在那個沙發上過了一個晚上一個很孤獨的感覺 所以我是從這個這樣的一個報導開始去進入這個角色然後去把這個劇本寫出來 那製作人目前這個預言工作是三年了嗎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還是覺得目前都還好嗎一切 對 因為其實預言是一個比較小的製作團隊 對 但我們就是一直很想要找出台灣這片土地的原生故事 所以我們大部分關懷的那個角度都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是很希望大家能夠播空去看大吉這一部片子 在平台上公共電視的平台上也可以看得到 公視價對不對 對 公視價 好啊 現在平台非常方便 也恭喜兩位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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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大家